Let's go 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右侧车轮的位置 判断右侧车轮的位置可以依靠后视镜 当我们后视镜当中可以判断右侧车轮位置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参照物放到引擎盖的中间 当引擎盖中间与马路牙子相重合时 就证明我们的车轮已经很接近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立刻打方向盘进行位置调整 就可以保证很好的停车了 第二种方法 如果自己找不准汽车引擎盖的终点 那么小编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点位 我们可以自我创造参考点位 自己可以找一个自己最为喜欢的物品 放在中控台的中间 偏向于右侧六厘米处 这时候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参照物 当参照物与马路牙子相重合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紧打方向盘了 因为这是因我们极有可能已经寡凑到了马路牙子 所以在行车道路上靠边停车 最主要的就是判断右侧车轮 而右侧车轮的判断一般来说与引擎盖的中断是一样的 如果自己不能准确判断 可以自己创造参考点 这样在行车过程当中就会很安全了